Hello 大家好 我是田征Wallace 我想說我最近很久都沒有這麼早起床 現在的時間是11點27分 我竟然在中午之前就起床了 因為我最近的作息真的非常不穩定 時多時又會日夜顛倒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自從這次疫情的開始之後 我真的少了外出 我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家 因為始終這次的疫情對於香港來講 真的有此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那今天這個Vlog就是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最近疫情底下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樣 之後我想說 因為我實在太久沒有拍過這個生活的Vlog 我在開相機之前 我是很緊張 我實在太久沒有在家裡拍Vlog 那我最近基本上每一次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叫外賣 而我叫外賣的習慣是基本上 只要我今天不是很想特別吃什麼 或者是我根本都不想去思考要吃什麼的話 我就是會直接打開這個Deliver Wood 然後就按這個淡仔 因為淡仔對於我來說 是真的怎樣吃都不會厭 也是不需要思考的一件事 因為我每一次都是叫同樣的湯底 然後差不多的配料 OMG 我想說我在按這個Deliver Wood 就是叫這個淡仔 但是按一下它沒有了 不過其實我想說現在 自從疫情之後 那些外賣的供應 其實都是有點不太穩定的 不過幸好我看到Foodpanda 有這個淡仔三哥 雖然三哥和淡仔來說 我是真的比較喜歡吃淡仔多一點 但是在這個沒有淡仔的選擇之下 三哥我都可以勉強接受 OK 先點一下我的外賣 OK 搞定 我已經點好我的外賣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刷牙洗臉 之後就等我的外賣了 在聽影片之前 不妨先給個like 留言 訂閱我 按下旁邊的鈴鐺 開啟所有通知 最後再加入我的youtube會員 那就perfect了 好 我想說我這個午餐 真的等得久了 這裡顯示我是上午的11.41分 下的單 之後現在是幾點了? 我的手機呢? 現在是下午的1.46分 我足足等了2個小時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可以給什麼反應 其實我中途我是有 contact這個Foodpanda的客服 因為我見過車手 其實很早就已經在三哥拿了我的單 他一直都沒有送過來 可能他忙於送其他的單 但我覺得實在太久了 之後我一到我是想取消訂單 但最後他用了40元的QP 去打發我 之後就說差不多到的了 而我等一會 那我就等了 幸好他都來到 唉 我都不知道 我生氣又不是 不生氣又不是 我生氣不下的點 就是因為 我知道現在疫情之下 所有的外賣平台 是非常缺奢手 再加上我都會諒解 他們可能會一次過要送很多訂單 所以會有所延遲 但生氣的點就是 真的實在太久了 我們馬上來吃一下 我們這個 等了很久的午餐 我覺得他的湯是冷了 我點了這個 番茄湯底 三小辣 豆泡 還有 炸醬 然後還有一份小的土肥 再加一杯凍檸茶 但凍檸茶裡面的冰是溶了 哇 他的湯真的不熱 他的湯不熱 我很難把米線弄開 好 我已經吃完我的午餐了 之後大家看到我去設定頭 之後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是轉了我新髮色 沒錯 我把我的頭髮染回深色 然後染了這個啡色 然後現在是這個2點21分 我就打算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因為家裡的東西都給我吃到七八八了 是時候去入貨買東西回來 那我們就去超級市場做主婦吧 Let's go 想買一個南瓜 因為之後可以做這個南瓜粥食 就是這個 奇異果 我可以增加維他命C 我最近很喜歡買這個 原味家作的這些飲料 因為這些全部都可以降火 喝完之後就沒那麼熱氣了 通常我最喜歡喝的就是 蜜展雞骨草 然後還有這個鮮嬰兒米露 然後我很喜歡買這個 公仔點心 這個牌子的這些 微波爐點心 然後會買山竹牛肉 然後這個雞肉燒賣 因為他四十元三個 那我就買多個這個魚肉燒賣 然後我很喜歡買這個牌子 這個包裝的餃子 但平時我會很喜歡吃這個白菜豬肉 但不知道為什麼它長期沒有貨 所以這次我就想試一下這個鮮蝦白菜 OMG 這個紙巾好可愛 它是比卡超 還有波加碼 四十元兩盒 我給它的包裝吸引中 買兩條 然後發現家裡沒有老抽 買一支老抽 我超喜歡吃這隻餅 而且我是喜歡吃這個 達巧克力 45% 這個牛奶巧克力就太甜了 幾分鐘後 我做完C-Live 表示很累 馬上來喝這個 麥煎雞骨醋 哇 我這個音是什麼事 現在的時間是這個 3點54分 我現在就打算來做一下 三樽鹽Youtube的影片 Youtube的觀眾朋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最近有個新的企劃 就是這個三樽鹽 就是跟Godric和肥豐一起拍 這個小短劇的組合 我們主要的短片 我們都是放在我們各自的Instagram 但是當我們各自都出了一條片 還有三條片的時候 就會把它一起放在Youtube上 所以這個工作就交給我了 我就是要把我們Instagram的影片 把它變成Youtube的格式 然後我想說 我最近的生活多了一個習慣 就是我自從買了這個 Kick燈之後 我是愛上了點香薰蠟燭 我通常坐在我電腦桌前 做事的時候 我一定會點香薰蠟燭 我最近在點的蠟燭 就是這個 Jomalong的Pione and Blush Slade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香味 它的前吊是蘋果 基吊是牡丹花 到後吊是一個 紅蓉皮革的味道 不過我最主要是因為 它的蘋果加牡丹花的組合 而吸引 因為我很喜歡果甜和花香結合的香味 喂? 怎樣啊? 是麻煩我想要一個咕嚕雞球飯 飲凍檸茶 小冰 轉頭來拿麻煩 剛剛點了這個晚餐的外賣 回到家 終於吃晚餐了 這些才叫凍檸茶的嘛 今天Foodpanda哥真的選不得 我生活習慣上 其實有一個 小小的壞習慣 就是我吃飯 總之我坐在飯桌上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找些東西來看 現在就在Netflix上 隨便找些東西來看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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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開始的Season 1 看到最新的Season 3 放心我不是要跟大家劇頭 我純粹是講一下我的感受 我覺得我今次看完華燈 我沒有之前那種空虛感 就是通常你播完劇是有點空虛的 但是我可以說的就是 當我看Season 1的時候 是真的好吸引 停不下去 我覺得編劇是真的好懂得寫 他每一集都勾起你想繼續去看下一集的動力 所以你們還沒看的話 都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前幾天我又煮完那個 創造Honor Anadelfie 都蠻好看 所以這兩集都推介給大家看 好 我已經完成了的晚餐 之後現在是晚上的九點鐘 哇 今天的時間其實都過得蠻快 現在已經是晚上九點鐘 Hi 看到這個樣子很明顯 我洗完了 然後趁著我現在剛剛洗不涼 毛孔打開了就快點來護膚 快速簡單地介紹一下 我最近在用的護膚產品 爽膚水 依然是它 Origins的菇水 Chanel新出的山茶花精華 它真的很好用 而且很喜歡它的設計 就是每一次一扭開它的蓋 它就自動吸了一次份量的精華出來 而且每次塗它 它我也覺得很放鬆 因為它是一個令人很舒服的花香味 它輕輕地塗完之後 它已經吸收了 最近在試用這個 The Body Shop的面霜 它的質地都是非常清爽 透薄 晚上其實我是會塗厚一點的 晚上我會再塗這個 我塗多少塗不完的Lanage的唇膜 不過我感覺到它就是塗完了 我很努力地塗多一點 最近有人問我 日常是塗什麼唇膏 但其實我最近 都沒有塗唇膏 這個習慣 有日常保養這個嘴唇 其實唇色都已經很漂亮了 然後我出個頭休息一下 我就會去睡覺了 今天這個居家日常的Vlog就到這裡 之前日常出去玩的Vlog 大家就看得多了 是時候都要帶大家回來現實 希望不會悶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按LIKE和comment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話 就快點訂閱了 之後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Goodnight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